好緊張喔 新鮮超快的 不是 破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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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中了中了 嗨,大家好,我是一致 久遠賽一貫的作風呢 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的就開始啦 這場是第六戰 經典的彰化戰 哎,等一下 各位看右前方 身穿粉紅色側衣 面熟面熟 好像是小丘 倒帶一下 OK 經過我再三確認 聽到那個熟悉的阿淚 確實是他 重點他這個阿淚 是 台灣第一人 追過 環化21戰 真真正正的 來自 法國的 阿淚 所以小丘可以說是 台灣喊阿淚 最標準的男人 所以在這個賽道上 我們沒有say好 才剛出發右轉 就聽到 最正統的環化類 這場比賽的爽度 馬上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好 這段呢 都是熱身段 大約三公里 大約三公里 會一路的來到彰化 湧進 高鐵星光大橋 橋下 然後再上橋 到橋的坡頂 才正式開始 這個場地包含這一次 總共我已經比第三次了 第一次 大雨滂沱 狂轟濫炸 好像拿了一個單戰苦瓜 那去年呢 還不錯 吞了一個大老二 自YBT 砂石車聯盟 號稱 市民繞圈之神 宿仔卡佩卓 賴玉亮 稱號非常長 他配得起 因為 目前九二聯賽 所有的 N30繞圈賽 他都拿 金牌 第一名 非常兇 非常屌 非常丘 真的 目前為止 無人能敵 去年 被他全的那一大發 吃了一張大老二 這一場 我當然也想全回來 不過 直接說結論 因為這場是D-Live 所以大家都知道結果了 結論就是 這一場 我不是老二 我是老三 守住突台的最後一席 那待會呢 我會用D-Live的方式 說明這場比賽的一些細節 跟賽事過程 以及 一些動向 想法 希望可以還原 用最真實理事的視角 來說明這個賽況給各位 希望各位可以 原汁原味的 體驗 當下的我 有多麼的 享受 局局 賽事 看 進行 rope 停 唱 演 打 那麽 這場的賽事呢 總共跑七圈 每一圈 2.7公里 所以 差不多 18公里多 那我稍微盤算 以大使力 应该可以在30分钟内 就可以跑完 所以我选择在赛前 吃一条 维特运动咖啡因果胶 一条就够了 因为等一下那30分钟 绝对也没时间吃 那各位这边要注意 吃果胶的时机 建议 提早10分钟吃 会比较好 让身体有时间呢 去吸收它 但最好更充裕的话 是20分钟 因为我上网查过 这个咖啡因的摄取 大约给它个20分钟 效果会最好 以下画面由 Tim Mugen最新的成员 来自墾丁 最难骑士 海怪 Sam 也可以叫他 公路柯博文 因为他体重高达90公斤 已经经历过 黄花冬两日的洗礼 如果想学潜水的 或是想要去 最南方 墾丁 屏东 想要住个民宿 也可以找他 他的IG资讯 放在这边 各位可以追踪他 会教一些 有的没的 这种水里面 543 可以看他的IG 还蛮有趣的 好 我们回到热身现场 差不多 准备上桥 比赛要开始了 那么 在上桥之前 再跟各位 复排一下 目前的排名状况 经过了桃园战的凸垂 没有错 非常大的失误 再来是 武林的失利 连PR都没破 这两战呢 搞了一下 所以我本来是总排第四 直接跌落 总排第八 那么这场的结果 当然是不错的 还是有摸到凸柴的边边 积分 灌了不少 不过我看了一下官网 目前还没有更新排名 不晓得我从 GC第八名 上升到第几 我的感觉 应该几近前六名了 因为我印象中 前六名就会有 实质上的 现金奖金 我看了一下 这个总排前三 我个人认为 我要几近前三 真的 机会非常渺茫 就算我的新竹战拿第一 我看也是非常困难 不过 拼个三四五 六 应该是有机会 这个就等官网更新 我们再来盘算一下 新竹战的目标 呃 不过讲到这边老实讲 新竹战也没什么目标啦 因为 就是想拿冠军 拿个单战 就这样 不用想太多了 因为去盘算这些积分啊 其实只会乱了自己的阵脚 反正也只剩最后一战了 就单纯一点 我要冠军 这样想就好了 其实是人数啊 真的还蛮多的哦 多达三十七人参加 当然有没有选到我不知道 但是名单 看起来就是这么多 两大主力 YPT跟廷薇破影 各自 都有总排前二 的选手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好好盯紧 这两队的选手 所有动向 好 现在比赛这次开始 可以看到 廷薇破影马上上前 进行一个卡位 那这里呢 我希望能自己一直保持在这个摇滚区 所以我稍微试探一下 但这个其实也不算是突围 这只是一个稍微试探 让集团知道说 诶 我要动起来了 暖起来了 不要让这个速度拖的慢慢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节奏快一点的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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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彰化戰這場地啊 我已經比第三次了 很多時候突圍幾乎都是陽宮 就是試探試探 因為這個場地要突圍 真的要一個timing 然後要實力堅強的人 同時一起突圍 才會有機會 很零星的一兩位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 因為 各位看到這個路啊 非常的寬廣 視線也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跑呢 都會被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剛剛要講嘛 這個路線要逃脫 一定要 剛剛好 實力堅強 可以拿單站排名的 那幾位 乱小衝刺咖 一起乱小 一起衝出來 而且人數最好要超過三位 才會有渺茫的機會逃脫成功 那各位看到 螢幕前面 是YBT 以及我們的隊友 海山 現在正在控速度 那這個場地 我覺得體重重的 會有優勢 因為它是爬上爬下 那雖然說有一點爬坡 但體重重 在這種路線啊 它屬於高速坡嘛 所以反而你只要把 激力爆發力做出來 體重呢 反而不是問題 那它又有下 那有下呢 利用你的體重 力吸引力的關係 在下坡 稍微施壓 那個速差感 絕對會比我們 這種小體重的 制造出 GAP的機會 會更多 會更大 像這邊 如果我是體重重的 70公斤以上的 我可能會在這個坡頂 才會很大力的抽出去 製造一個很大的斷差 因為你體重重 在這個坡頂 一壓下去的時候啊 重力加速度 你可能才做 1000瓦 但那個效果 會很像1500瓦 這個不妨 如果你體重比較重 你可以在一個坡頂 接下坡的時候 做這樣的實驗 這個在公路賽或道運賽 就會製造出很多 很大的進鞋效果 我覺得還不錯 但如果你是50幾公斤 或像我這樣60處頭公斤 屬於小體重 我就會選擇呢 在坡的中間 就是在爬坡的過程中 施加壓力 會比較有效果 因為我們比較輕盈一點 起步比較快一點 好 經過第二個迴轉 準備要完成第一圈 那比這種繞圈賽啊 大家都知道 位置一定要在前面 一定要不斷的想辦法往前靠 尤其是這種折返類型的繞圈賽 因為你的位置在後面呢 一折返 高速突然減速 而且是減到非常慢 因為是折返嘛 減到非常慢的狀況下 如果你位置在很後面 你就會被斷尾 因為一般前段班的 早就已經抽車加壓往前走 你才剛減速 歸零 再起步 那這種時候 說實在的 你的體感就會非常痛苦 因為你的第一拍 沒有跟上 你的每一個節奏 都是落後的 但是這說來容易 做來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你必須要有一定的 體能基礎 跟技術經驗判斷 才有辦法一直在 集團的前方 在對真的 很快 你必須要 有一定的 我 你 很快 你 你 這樣 你 想 ? 那這裡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認為 你要比落圈賽 到底 要怎麼樣可以一直維持在集團前方 洞西整個動態 你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個當然是最基本的體能條件 雖然說繞圈賽 我個人認為 勝負跟FTP有多大 不是 沒有那麼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 FTP畢竟就是一個 公路車手 戰鬥素質 戰鬥力的體現 所以 如果你想要穩定 又能冷靜的 一直處在繞圈賽集團的前方 甚至是控場 你當然必須具備良好的體能狀態 尤其是FTP 要夠大 就可以有話語權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條件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你要常常去熟悉這種團棋比賽 因為其實身邊很多市民選手 都只抱爬坡賽 都只抱爬坡賽呢 會很有可能都在騎自己的節奏 比較少跟著人家的節奏騎 或者是說 跟著人家的節奏騎 人家的節奏稍微快一點 稍微亂一點 你就會跟著有點恐懼 跟著有點害怕 甚至你整個人啊 光是握著車身穩定 都會發抖 心理發寒 這個東西 要各位實際去體會 才能心理晨慧 就是真的要多比啦 你可以先從 家裡附近 如果你住台北 當然是不要約高雄嘛對不對 當然是約你們這個 地區性 俱樂部車隊 強度稍微高一點 也真的是比較會騎的 譬如說北部可能有 找鳥團 P&S 或者是像 田農工廠 或者是像 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很會跳舞的那個 蔡鎮宇 就是 反正就是一群年輕人啊 都穿MAP的 我實在不知道他們的車隊是什麼 實在是抱歉 因為李氏呢 其實沒什麼讀書啊 看到是英文名字的車隊 都念不太出來 所以像我們北部啊 都有蠻多俱樂部車隊 就是各位無聊的時候 稍微看一下他們的 臉書粉專或是IG 勇敢的參加 就算你都沒辦法出來貢獻 攻擊 逃脫 你只是跟 我相信都能學到一點 東西 去適應這種人多一起騎 高速巡航 然後這種 近距於肉搏的感覺 不過 我還是要講 這種 業餘俱樂部團騎 的那種 速度感 擁擠感 肉搏感 跟真正的繞圈賽比 實在是 天差地遠 我只能說 各位只能慢慢的 從裡面找到一點訣竅 再慢慢的去加強 就是 簡單講 參加這些業餘俱樂部的約期 就只不過是 讓各位稍微適應這種 有速度 有團騎 跟著 集團走的這種感覺 但實際上 你要參加這種繞圈賽 那種速度感落差 其實是蠻大的 尤其是像去年 我有去參加這個 大陸那邊 光明盃舉辦 那種肉搏感 擁擠感 真的不太一樣 就是每個人都非常敢 把手肘伸出來 靠著你騎 那如果你平常沒有團騎 或是沒有這種 繞圈賽的經驗 甚至是沒有一點 基本常識 你可能會在那邊 鬼喉鬼叫 大喊大叫的 其實就會顯得自己 蠻沒格調的 蠻渺小的 就是一點風吹草動 就大驚小怪 那人呢 會大驚小怪 就是四面見太少 書讀太少 看的東西太少 所以 繞圈賽我覺得有點肉搏 可能有些人 稍微輕輕靠著你啊 甚至用手碰觸你啊 其實 某方面來講 也是一種提醒 是希望 告訴你 我在這裡 我要這個位置 不要過來 相對的 這種侵略性 也是在保障彼此 所以 如果各位有機會 參加繞圈賽的時候呢 有人對你架拐子 只要不是刻意的 用推的 是用靠的 各位都要有 基本常識 那個是 很正常的 甚至是 有禮貌的 那 再來我覺得 參加繞圈賽 要怎麼樣保持在前方呢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轉彎 不過在說明之前 這裡 YP拉一亮 突兀A出去 作為一波大攻擊 那我一定要跟上 因為他是有 有辦法決定這場比賽 勝負的一個 重點角色 這時候 三發 SERCX 應該是 易達吧 也跟上去 然後 他隊友 田中 雞巴郎 也上去 帶刀 護衛 那這時候 如果你看到 這個 重點選手上去 他的副將也上去了 那你一定要想盡辦法 跟上去 因為這時候 附將上去 很有可能 就是帶著他逃的 並不是要跟他搶排名 是要帶著他逃的 而且 這位帶他逃脫的叫做 田中 雞巴郎 是去年的 M30 重1 他的平路脫逃呢 穩定輸出大瓦 這一塊 他非常的 刁鑽 有在做功課 個人計時能力非常強 所以當他跑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的皮都蹦很緊 因為我們知道 只要YBT有這位出現 搭配他的隊友 都很有可能逃脫成功 所以絕對不能讓這種事發生 而且現在才第三圈 總共7圈 差不多也接近一半 所以也不是不無可能 所以可以看到畫面中 其實我非常積極 馬上就要去化解他 那回到剛剛的第三點 就是過彎 你要如何呢 在 體能狀況 比別人差的情況下 又能比好繞圈賽 卡的位置 就是要把你的過彎技巧 給練好 而且是高速過彎技巧 這個真的要蠻刻意練習的 尤其是 如果你常常有自己一個人練習的時候 像我自己一個人練車的時候 很喜歡做一些 比賽可能比較少會做的一些動作 或者是速度 或者是 騎姿 就是我會利用我一個人騎的時候 去鑽研這些動作 跟騎姿 比如說用這個 過法 跟這個姿勢來過彎 用這個速度來過彎 用這個重心 用這個煞車 稍微微調 稍微用力一點 還是放一點 還是入彎前 殺多一點 還是在彎中再殺多一點 用各種的 巧勁 稍微的微調 去揣摩 各種情況 的下坡 跟過彎 在一個人練習的時候 我偶爾就會穿插出這種 探討自我的訓練 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當你有這樣 適度的模擬的時候 你在 真的參與一些高速比賽 高速過彎 高速下坡的時候 你可以有比較多的模組 你的身體呢 也會有記憶 也會有印象 這種彎 你可以怎麼過 是最快 那你的線呢 如果被集團吃掉 有時候人多嘛 你過彎 你不可能選擇 你最喜歡的線啊 因為 過彎有時候就是人多嘛 所以人一多 你的線可能被選走了 那你可以選用 什麼樣的方式 過得更順 更安全 甚至 還能保持一定的速度 黏著集團走 那這些東西呢 我認為 有時候 如果你一個人騎車 都可以稍微的去玩一下 可以提升你的騎乘姿勢 經驗 技術 就可以彌補啊 你的體能 如果輸給一些天分比你更好 又比你更努力的人 就可以用這一塊來做 彌補 這是繞旋賽或公路賽 有趣的地方 就是技術經驗成分啊 其實也佔很大的部分 當然體能 都是所有運動的基本 所有的運動 都一樣 只要你要競技 優質的體能表現 本來就是 一個運動員 最應該去想辦法去突破的 那剩下的就是經驗判斷 心理素質 以及實戰的 技術運用 所以剛剛 講的這個 過彎這個東西啊 一定要用各種 的姿勢 握上把 握下把 力 呃 挺力的過彎 低風阻過彎 這些你都要去 稍微的嘗試 來 這裡呢 Tinwaypoint 賴薇宇 單車倉鼠 直接開了一波 那 YBT賴玉亮 馬上跟上 以及我 這時候我們三人 形成了一個 小型的 逃脫集團 跟後面的差距 大概只有 3到5秒吧 差不多50公尺 經過這個迴轉 這裡我記得 攝影師幫我們拍一張 非常帥的帥照 就是我們三位 那當然最後剛好 我們三位也是拿下前三名 就是阿亮第一 倉鼠第二 那我呢 就第三 那這裡呢 雖然我們還是很想合作 看能不能跑一波 不過這個場地 真的啦 要跑真的太難 加上我們三個 都算是比較偏 重點選手 就是我們的動作 會比較 要 讓人家一嗨 就是我們有動作的話 人家都會想要跟上 或者是想要追 想要處理我們就對了 就是比較香啦 就是一定 一場比賽裡面 有幾個選手特別香 就是說 他一衝啊 一弄啊 一拳啊 就是自帶香味 那就會很多車友呢 選手就會聞香而去 好 目前我們三人逃脫小組呢 大概也才逃個幾秒 二三十秒吧 就被瓦解啦 而且是紅鞋男孩 廷威破 Eason 帶隊上來瓦解 是怎樣 不是要防守嗎 怎麼會帶隊上來瓦解呢 代表 Eason也想要好一點的名次 好 等於現在又重新洗牌啦 到現在有趣的地方就是 不斷的刷刷洗洗 有人出招 有人 這個兵來降擋水來吐煙 有人出招完之後呢 有可能又會再重新洗牌 所以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N30目前的戰力 平均起來 真的蠻平均 就是說 基本上 我這樣看下來是真的很難跑掉 沒有人有那種獨特的能力 可以這樣一敲馬上走的 因為這個場地不像桃園站 桃園站有S彎 閃電彎 而且視線呢 也比較差一點 所以 要跑桃園站這種路線 我覺得會比較好跑 甚至 一個人單飛成功 的劇本 會比較容易出現 那彰化站要一個人單飛成功 我認為 目前 N30競賽組 是不太可能出現 但是如果要兩三個 能力強的在關鍵時刻 跑多成功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 好 目前賽事進行到一半左右 前面又有人躁動了 所以這時候我趕快上去 因為我發現我 太後面了 我趕快上去 因為我不能再犯這個 台北天母戰的錯了 因為台北天母戰 就是不小心被卡到 一下下 就那一下下 一個猶豫 沒有馬上上去 就錯失機會 所以我台北天母戰是拿下第四名 那這次只要我稍微被卡到 又有人逃脫 我二話不說 不用管浪費力氣的事情 因為這場比賽 不過就是30分鐘內 所以不用去想省力 能夠追 能夠追上 突圍集團 就趕快追上 不用想太多 好 這時候已經馬上追上了 那目前前面帶隊的都是主力 像我們車隊的猴又靈 以及YPT田中 那這時候 紅銜拿來Eason也出去了 那我知道他是很喜歡突圍的 所以我也要趕快出去 我們才開始製作時 好 在這裏 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 現在我們是個車 有一些裏 是 一些裏 全都 已經解決了 為何 我們也會被拒絕 在這裏 像這種來回折返的繞圈賽 有些車友都會問我說 這種折返回尻啊 到底是要走外內外 还是 内内外 那我个人认为 事实上走内内外 我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啦 因为外内外呢 第一 这走外内外当然是可以用最快速度过完 没有错 但是外内外相对的 你会先让出内线 那等到你先走外 再往内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情况 内线绝对都是选手 因为这是绕圈赛 这不是约起 各位 如果是约起 可能就是直线 拉大让你走 可是绕圈赛会变成 你往外走 结果内线挤满了选手 所以你只能变什么 变成外 外 在内 那外外内就是外抛 那你的速度呢 慢 之外 路径又最远 等于说你花最多的时间绕完回尻 然后你还要重新起步 那竟然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不如你走内内 走内内外的缺点是 会急速的减速 那急减速再加速 确实会比较中角 但是相对的 你的距离会比较短 因为你走最内线 走最内 再出去 所以走最内线 再凹最内 再出去 缺点 就是要路弯刹车力道要加强 所以你速度会被打断 你要重新起步 但是优点就是你的路径会缩短 而且你走最内的话呢 也没人会跟你卡 基本上比较不会有人敢跟你卡最内 因为大部分的车友下意识一定是想走外 在内 在外 这样走是最舒服 而且速度是最连贯 不过实际比赛上 谁会这么好 让你这样走那么顺 所以 如果在关键的卡位呢 我会认为走内内会比较好 但是走内内相对的 技术经验 刹车控制会很重要 一不小心很可能会摔车 因为走内线 就是等于 有可能 会被选手压迫到 那你就会要击杀 所以这个 你要对你的控车技巧 跟刹车经验 的这种调整 要有一定的水准 否则你用这一招 其实会让自己蛮辛苦 而且也蛮恐惧 那恐惧感一上来呢 其实 这种公路车比赛是很微妙的 当你有恐惧感上来的时候 压力感上来的时候 对体能跟精神都是这种消耗 那最后在关键时刻 你的反应可能就会慢了一点 这些都是小细节 一直这样堆积起来 就会造就你 公路车手的能力 这就是公路车的魅力 真的 很多人问我说 公路车到底有什么好玩 我就说真的玩不玩 你要钻研功率 钻研知识 钻研赛道 钻研这个团骑啊 甚至是突围的技巧 冲刺的技巧 还是逃脱单飞的技巧 时机点 总之 你看 行不郎当 真的讲不完 每一下你都想要把 钻研到好的话 真的 骑不完 所以有些车友都会跟我说 骑车骑两三年 然后有点腻了 没有热情 那我都跟他说 我都骑了七年多 其实我真的还是 很多没有骑好 很多没有骑到 还有很多的玩法跟想法 还没有去实践 目前呢 累积里程 加上这个身段 已经将近19公里 哦 这个时候 我们队友 豪原肉弹战车 侯友林 率先杀出 突围啦 而且他这个距离 是有机会单飞的哦 这时候看了一下 只剩下最后大约一圈半 这时候我不急的追击 因为他是我队友 要追也是敌对的去追 所以可以看到 那我在集团中 采取很保守的策略 都在等待 别队的去追击他 没错 这时候YP上来 想要去追击了 那我赶快加入他们 看看能不能 找机会控制集团 不然是YPT最强火车头 田中G八郎 周宏恩 再次强调 去年他是S1总1 带着大家去追击核友林 那这个时候呢 赶快上前 想要做一个防守动作 因为我知道他真的很能拉 很能跟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慢慢追击核友林了 所以我要上前去挡 诶 这个时候 散发色格斯 又有人出去突围追击 那这时候阿亮赶快又跟上 哇 这个时候其实我又有点 为内伤 因为这时候 可以看一下 只剩下最后的一圈 所以这时候我又采取 吸着就好 反正追击的事情交给别人 变成说 队友这一波操作呢 虽然他单飞可能会失败 但是也会制造一个诱敌的效果 让别队的成员 整个集团会动起来 因为为了要追击到他 所以会 率先的去发力 进而提早 消耗对方的体能 而我就采取被动 当像YPT阿亮现在在追击 那我就不要帮忙他追 我就跟着他就好 那像别队的追击 我也是采取一样 别队只要一追 我就跟上 但我并不会 出来帮忙破风 除非一个状况 就是我有余力 我出来破风的效果是 我出来破 然后稍微的把脚呢 踩得柔一点 轻一点 去做个压速度的动作 这是第二种操作 那我目前呢 为了确保我最后冲是有 一定的能力跟能量 所以我采取第一种 就是死跟不伦 那我也尽量不出来破风 压速度 因为毕竟啦 出来破风压速度 其实也是伤体力 伤蛮大的 你要先刻意的 冲到最前面 还要刻意的稍微降速 那节奏感其实是满 满不舒服 而且最后半圈 如果我去压速度 绝对会被像这样 有没有 马上出去突围 马上出去 把我的这个节奏给破坏掉 好 现在确定 我们队友侯友林 被集团吞没 回收 目前只剩下最后的 将近半圈 等下上桥之后啊 在下桥回尻 就是重点 那这时候有一位 白色车衣的车友 率先尻出 不过看了一下 不是总排级的选手 所以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人去理他 没有人去追他 但是这时候阿亮还是忍不住了 因为担心黑马的出现 所以他马上的追击 这就是我要看到的 因为他先 启动的话呢 对他的体能 消耗绝对会比较大 那我可以慢个一秒两秒 在膝上 这公路车很微妙啊 有时候就是差那0.5秒一秒 那个体能的感觉 体感上 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可以看到现在我系在后面呢 其实刚刚那一波 一吸瓦数都要300-400瓦 不过现在开始降下来了 因为 大家应该在等 这个下坡 要蓄力一下 那前方是 单车仓鼠 在这一场之前 他的总排名是第一名 N31 那他这一场之后 他上场第二名 上场之后他好像 跟第一名 也只差2分的样子 所以下一场非常关键 他目前的总排第一 第二是互换的 这里破底移过 果然回收的都会车友 那破底移过呢 其实稍微瓦数又会加压 因为这时候 来 一定会有车友想要去卡 率先回转的位置 尤其是体重重车友 在这里就会有优势 他只要用力踩 这个重力加速度 因为是回下坡嘛 可以马上跟我们拉开个gap 不过 这个是一个急尻 所以一定会急减速 所以我不急 果然啦 马上我就维持在第三名 这个回转在第三名 其实位置是还不错的 不过前面两位车友 马上就降速了 所以这时候 当机立断 只选择直接尻 直接正面对决 赖月亮 可以看到 马上进入一拳入魂的状态 就这样 就这样拿下了第三名 扥鼠 这一场料 花费时间28分10秒 我的NP高達了308瓦 那剛剛呢 為什麼我會果斷的 撞出去呢 說真的 去年的劇本是 忍耐到最後再撞 還是被愛量大噴 那我當下的位置又很尷尬 前面兩位降速 那我又變成第一位的話 我覺得就直接出去 就是用提早起步的概念 讓全部人都提早動起來 然後賭大家 都在最後 一起熄火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 這樣拿冠軍 但很可惜的是 就如剛剛影片 我呢 在中間前100公尺 提早熄火 瓦數頂多只能維持500瓦 上下 那這對最後衝刺來講 是不合格的 以我體重 最後衝刺到過終點前 瓦數最好都要在700以上 會比較安全 所以最後呢 阿亮 實力實在太堅強了 它的續航力 衝刺非常的長啊 一路衝到終點 那終點前100公尺 我又被 單車倉儲 抓到 再潑一桶冷水 然後終點前比個夜 羞辱性極強 那我就這樣果言殘喘的 拿下 驚險的第三名 不過 我沒有遺憾 因為這一場 我也做出了我 目前騎車7年來 30秒最大輸出功率 30秒做了 746瓦 那我的體重如果是62公斤 各位可以去除一下 代表什麼 代表我真的很盡力 雖然說啦 做出最大的PR30秒 也沒有拿下冠軍 甚至連第二名都沒拿到 但這就是 繞圈賽有趣的地方 真的很會玩繞圈賽的人啊 他可能不用做出 最大的10秒功率 20秒功率 30秒功率 就可以拿下勝利 所以繞圈賽並不是 比誰功率大 應該說任何比賽都是啊 是比誰先到終點 不是比誰在比賽中 做出多屌的功率數據 那像這一場就是啊 我雖然30秒做得很屌 但最後的結果就是 拿個老三 那就代表我的實際判斷 事實上是不合理 不夠正確的 但人生嘛 就是在這種不同的 風險中 嘗試中 學習 成長 修正 好 以上就是2024九位聯賽 彰化戰 N30精采組 DLIFE 數據 不負責 單口相聲 解說版 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之外 下面也可以留言給我一點鼓勵 最好可以使用 超級感謝 支持李氏 每一次 認真 用心 全力的創作 我們下一場比賽 見 掰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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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好